宗教那場戲真的是蠻精彩的 也蠻關鍵的 因為不僅是因為這個是第一次真正的 毫無疑問的英獸知道達吉是胡耀 所以因為現身了 之前英獸也許可以猜測達吉他有一些法術 但是到底他是不是妖 或是他是什麼 英獸真的不明確 所以達吉在這個劇中 他有一部分是其實我自己認為特別感人的 今天那人很可惜沒有辦法跟我們一起到長春來 可是我可以替他說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也談過 就是達吉他自己知道他是胡耀 然後他接觸了英獸 這個男人的血給他解封了 給了他自由 所以他是帶著一種感恩的心 要報答英獸的 跟在他身邊幫助他 慢慢慢慢的 在第一部的故事中 我們也都可以感知到 他其實是越來越理解人的世界 也有一些對這個男人可能是產生了一些 不要說愛情吧 可是至少感覺吧 可是呢 他隱隱約約的心裡一直有恐懼 就是如果英獸知道他是連妖 會不會拒絕他 會不會把他給推開 或者是甚至於想把他給殺了 因為他一直是我有這種恐懼 然後我覺得這種 這種心裡我覺得是我們情感上 特別感人的 因為當我們愛一個人 或是愛上一個人 我覺得最微妙的那段時間 就是他們還真的不知道你的所有的秘密 你的秘密 然後他如果知道我這些秘密 他還會不會愛我 這個關鍵的這種轉折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感覺到 然後呢 他到最後他是聽了那個英獸的指令 吃下去 把這個心吃下去 他知道他一吃了 他的秘密就要洩漏了 徹底的洩漏了 然後英獸會不會拒絕他 所以這個劇情 這場戲有很多層次 然後可是這個層次是情感上的層次 是打擊跟英獸之間的 一種情感的交流 是我自己特別珍惜的 然後呢 儘管他現身了 在他面前了 他這個電腦做出來的這個 無邀 還是在演這個戲 這個劇情還在延伸 他不知道英獸現在會不會殺他 還是要怎樣的對待他 可是他英獸居然說 你們都說他是妖面 他明明是小孩 那跪下來了 還跪著他 就靠近他 這個舉動呢 對於達子來說是極極有意義 也是對他來說太重要 太重要 就是這個男人還接受他 接受他 所以這 儘管是在跟一個電腦做出來的特效人物 還是有劇情 還是有情感的 所以為什麼《風神》這部電影這麼好看 就是因為它層次很多很多 他有很多的這些故事情感都非常的飽滿 我自己就是特別喜歡這場戲 我補充一下 就這場戲裡面那個白狐 雖然是一個CG的生物 但他的表演的形態 其實也是納然完成的 納然是 他模擬了那個動物的形體 然後做了這個表演 然後我們的電腦動畫師 根據他的表演和表情 去調整那個白狐的表演 嗯 和形態 所以可以說 納然在這個電影裡還演了三個角色 嗯 這個真正的素材劑 一個狐妖素材劑 和一個狐妖本身 嗯 嗯